我們會專注在Hack這台機器上面 然後我們接下來應該還有三次的作業 我們今天會耳塞兩個 然後下禮拜應該會耳塞最後一個作業 然後剩下主持的班農Project 好那我們今天要談這一個Hack的 Assembly或是Machine Language 我們會一起談 不過我們大部分時間會在看它的Assembly 因為 當然我們其實還沒有介紹過 Toy的Assembly 因為Toy的時候我們基本上 只用Machine Code來寫它的Program 所以你可能還不了解Assembly是什麼 不過Assembly其實Machine Code長得非常的像 只是一個是文字的版本 一個是二進位的版本 不是這樣而已 好我們再很快看一下我們整個課本的流程 所以我們一開始第一堂課的時候 就跟大家介紹過我們課本的這個流程 那我們現在大概到哪裡 我們一開始介紹這一個Bullet Algebra 我們介紹了這一個Sequential Logic 我們介紹了ALU等等 都是屬於這一塊的部分 然後呢我們慢慢的開始介紹 Toy的Architecture 然後介紹了Toy的Machine Language OK 然後在這個介紹ALU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介紹過Hack的ALU 好那我們現在呢 要開始來談這個Hack的Assembly 跟Hack的Machine Language 那這分別對應到我們課本的這個 這個第四章 第四章 課本第四章會談這個 Hack的Assembly 跟他的Machine Language 第五章會談Hack的Architecture 那 今天我們出的一個作業會是 要你們寫兩個HackAssembly的Program 然後下一個 這個禮拜出的作業會是 讓你們去用這個HDL去實作 Hack的CPU 跟Hack的Computer 然後我們第六章就會談怎麼樣 寫一個Assembler Assembler把我們今天談的Assembly 轉換成Machine Code OK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會談 這兩三個禮拜 我們會Focus在這個 Hack的Assembly Machine Code跟這個Hack的 Hardware Platform上面 就是它的Architecture上面 OK 那什麼是Machine Language 就像用Toy做例子 Machine Language就是 你的硬體能夠實際上 真正夠了解的 那個Binary Stream 它根據你的程式 所轉換成的Binary Stream 理解你要它做什麼樣的事 那這樣的Binary Stream 會在我們這一個 對應的Architecture上面 來實施 那這個所謂Instruction Set 跟我們的Architecture之間 其實是非常的息息相關 所以你在設計Architecture的時候 通常會順帶設計你的Instruction Set 你在設計Instruction Set的時候 通常會想一下 怎麼樣才能夠 用Architecture來realize 這樣的Instruction Set 所以這兩個呢 它的設計會息息相關 所以我們今天談的 你看到一些這個Instruction的時候呢 你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我們下禮拜Architecture要怎麼樣來 實施 實施 不過呢 雖然我們今天是分開來談的 我們今天先談Instruction Set 跟怎麼樣寫Program 然後下禮拜呢 再來談呢 怎麼樣設計這個硬體來 實做呢 或realize這一些Instruction Set 如果你理解呢 這兩個設計其實是 通常是一起發生的 你很難 先設計Instruction Set 然後再去設計Architecture 很有可能你設計 Instruction Set 發現Architecture做不出來 或者是你先設計Architecture 再去設計Instruction Set 通常我們不會分開來做 我們通常會兩個一起做 雖然我們今天談的時候呢 是先談Instruction Set 談Program 下禮拜呢再談Architecture OK 我們說這個Machine Call 是你的Hardware 唯一瞭解的這個語言 他只瞭解這種語言 那剩下的語言呢 都是我們利用某一些軟體的機制呢 去附帶上去的 也就是說剩下都是軟體的Hierarchy 他自己做一些格式上的轉換 最終最終要在硬體上面執行呢 必須要轉成所謂的機械語言 就這種Binary Bistream 這邊舉個例子 這是我們Toy的例子 Toy的例子呢 這個Bistream 就是我們16進位的1234 應該這個是1123 這個16進位的1123 那對Toy來講 這就是一個把R1 R2加R3 放到R1的一個指令 所以這個下面我們寫這個ADD R1 R2 R3 這個叫Assembly 那我們之前寫的程式都是1234 就是這種所謂的Machine Code 可是這種1234的Machine Code呢 寫起來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 第一個你要記說 加是什麼 減是什麼 第二個你要去引扣的呢 這些所謂的暫存器 那所以說呢 為了讓這個Machine Code寫作方便一點 我們就把它變得比較文字化 所以我們叫做 Symbolic Version 所以我們把它叫Assembly 那其實Assembly就是Machine Code的一個文字表示 我們把它叫Symbolic Version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這兩個都是Machine Code 只是一個是Binary的版本 一個是文字的版本 那文字的版本呢 又叫做Assembly 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Assembly跟這個Binary Code之間的轉換呢 通常是一對一對應的 比如你看到ADD你就知道你OP Code呢 是第一號指令就可以翻成0001 看到R1呢你就知道了 這暫存器的Encode 或Encode 1 以此類推 所以Machine Code呢 跟這個Assembly之間的 通常是一對一對應的 只是Assembly呢比較好讀 比較容易看 那不過你看這個指令 你應該一看就知道 它要做的是什麼 那這個指令你可能就要去翻一下 Ravens Card才能夠了解 除非你很熟悉啦 所以大部分情況之下呢 如果我們要寫Machine Code 我們會寧可用Assembly來寫 因為Assembly比較容易讀 比較容易寫 還有一些其他的優點 我們待會兒會看到 最主要的優點就是說 它把這個二進位的這種Machine Code 把它文字化會比較容易了解 OK 就像剛剛講的這個Machine Language 就是我們一連串的指令 這個指令就是要去改變 我們這個電腦的狀態 使得說電腦最終可以計算出 我們希望他把我們計算的東西 而這個硬體的Plattform 就是Architecture 它的目的就是在執行 這一連串的指令 OK 好差不多這樣 就大家剛剛講的 大概就是這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會來談 HEC 的這個Machine Language 那我會看它的Symbolic version 就是Assembly 跟它的Binary version 就是它的Machine Code 所以我們今天最主要的一個任務了 好像跟Toy一樣 大部分的指令可以分成三大類 不過我必須老實說 HEC 的Assembly 或HEC 的Machine Code 跟一般傳統我們看到的CPU 會有些些不太一樣 它並不是那麼傳統 當然有一些特色其實也還 蠻有趣的 那比如說我們介紹Toy machine 我說過Toy machine 其實跟 你以後如果有機會 你會學On的Assembly的話 你會發現Toy machine 跟On的Assembly非常非常像 基本上Toy machine 基本上就是 Follow On的這個 邏輯把它稍微改過來 那HEC machine跟他們都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HEC machine 也繼承了 On的Assembly的某一些 特點 比如說像 Conditional Execution等等 這我們稍微看到 我們之前有談過 大部分的機器的指令 都分成三大類 這個ALU 第一個就ALU 第二個呢就是 我把你把叫做Data Movement 就把資料搬來搬去 第三類就是所謂的Follow Control 透於我們分成三大類來看 那HEC的ALU呢 我們都有看到 我沒有特別去談它 因為 它的ALU指令 其實就是我們在談HECALU的時候 我們談的那張表 就是我們考試考的那張表 其中抽兩行給你看 那它的ALU指令器就是那些 就是X0 ,1 ,-1 ,-X ,Y ,-y ,-X ,-Y ,-X ,-X ,-Y,-S,-O ,-Y,S,-O,Y等等 就是這些 就它ALU指令 那我們去談 它怎麼來做這個Data Movement Ok 在那之前呢 我們也許還沒有FOMO談過 我們說呢 這個質量 或是這個 我們必須要去是specify你操作對象嘛 我們把它稱為operator operator就是操作對象 Operand Operand 这是你操作的对象 在你一个操作指令 你除了要告诉我说 你要做什么操作 比如加法 你要告诉我 你操作的对象是谁 像我们刚刚那个 ADD R1 R2 R3 就告诉我呢 我的操作对象呢 是R2跟R3 还是加速跟倍加速 R3是我的核 R1是我的核 对不对 好那Operand有哪一些 当占存器是常见的Operand 然后呢 常数 常数呢 我们把它叫做 immediate edges 比如说这是一个 Toy的Assembly的Core 那这个是第七号指令 第七号指令LDA LDA R1 67 比如说把67这个常数呢 我把它当作位置 不管是位置还是常数 反正就是一个 8个bit的一个整数 我把这个8bit的整数呢 放到R1这个核心器 其中67这个Operand 因为67 67是你操作的对象 它其实是个常数 那我们把它称为 immediate addressing 就是你要操作对象 我直接呢 通常就放在我的指令里面 你要记得的话 我们最后面8个bit 就是用来把67放进去 这叫immediate addressing 好那另外呢 关于memory access 有两种 一个叫deray addressing 一个叫interay addressing 所以deray addressing 我就告诉你呢 我要操作的对象的位置 是什么 OK 那interay addressing 我只告诉你呢 那个对象的位置呢 放在哪里 OK 像比如上面这个 我要把memory 位置67的那个资料 送到R1 所以我已经告诉你了 我要操作对象呢 它的位置在67 那下面这个呢 我是告诉你位置呢 在另外一个暂存器里面 这R2 我要透过R2 取得R2的内容 把R2的内容当作位置 才去存取记忆体 这个我们叫做immediate addressing 这个immediate addressing 就是immediate addressing 这是常用的一些operance的 描述的方法 OK 除了暂存器之外 我们还有常数 叫immediate addressing 关于记忆体的存取 这个agency mode 我们提过 agency mode呢 我们这边很简单的 只介绍两种 deray跟indirect 那我们说过呢 在比较复杂的电脑里面 像sysk的文讯里面 它的agency mode 可以到达十几种之多 非常非常复杂 像是intel的agency mode 大概就十几种 OK 好 不过我们今天 我们会谈很简单的 这些agency mode 原因是因为我们所谈的 这些器材呢 它的agency mode的设计 都非常的简单 好 先给大家大概了解一下 一般的assembly 长什么样子 这是一些常见的assembly 的一些长相 像比如说这个 因为它是assembly 所以它用文字来描述 通常你应该 一看就大概可以了解 我猜得出来 它可能意思 你可能会猜错 可能就比如说 谁是核 谁是加速 谁是被加速 到底是核在R3还是R1 我通常看到ADDR1 R2R3 你大概就知道 大概就是把其中两个占数器拿来相加 把结果放到另外一个占数器 OK 那and大概是类似的意思 那jmp呢一般就是jump的意思 jump address 如果R1等于R2的话 就跳到某一个位置去执行 就是我们一般常见的assembly格式 跟我们Toy的长得很像啦 这个大概也很接近这个 arm的assembly格式 不过我说过 我们今天会介绍的hack assembly 跟这些我们常见的assembly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或需要点时间去适应 如果你之前学过assembly code的话 你看到hack assembly 应该会有一点点 觉得不太能够适应 所以我们需要点时间来 适应hack assembly code 不过在看hack assembly之前 我们先大概介绍一下hack 这台机器会是什么样子 hack的这台电脑 基本上设计是一个16bit的电脑 基本上跟我们toy一样 toy也是16bit的电脑 对不对 有时候每一次的基本操作呢 都是16bit hack是一个16bit的电脑 那他大概呢 从最外层来看他长得像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hack的computer 那我们会帮他接一个萤幕 我会帮他接一个keyboard ok 然后这边有个reset button 整个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那通常就是把程式呢 载入按下reset 然后他就从地铃航开始跑 ok 就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 我们会把程式呢放在一个rom里面 那thack的设计器 跟任天堂的红白机有点像 如果你玩过任天堂的红白机的话 ok 那这个就是rom 就是卡夹 卡夹就是你的程式嘛 上面呢烧了一个固定的程式 比如说这卡夹就是炮金马力的 对不对 然后呢我就把这卡夹插下去 插下去之后相当于我就把这个rom 载入到hack 我这个rom 里面有个hack program 然后把这个rom 载入到我的hack machine里面 为什么我会说它跟任天堂有点像 因为大部分的电脑里面 我们程式放在一个ram里面 不会放在rom里面 大部分的电脑像你的个人电脑 你的程式跟你的资料 其实放在一起的都在ram里面 那可是如果从任天堂红白机的角度来看 你的程式是放在rom里面 就跟我们的hack的设计是一样的 我把程式先到外面写好 烧成一个rom 所谓rom呢就是read-only的memory 这些同学有问过 不过我们好像没有在课堂上 正式的介绍过这个名词 那memory有两种 一个叫rom 一个叫ram 那romrom的意思就是read-only read-only memory read-only memory 那ram呢就是random-assess memory 不过random-assess其实这一点 两个都是random-assess 这两个最大差别在于rom只能读不能写 ran可以读可以写 除此之外呢他们的使用通通是一模一样 ok 好那我们把我们程式呢 烧在一个rom里面 插进去我们program 按下reset button 然后呢 这个程式就开始跑 我们的这个 hack的machine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模式 你把你的程式写好 然后把它载入到我们的hack的电脑里面 然后呢按start 它就开始跑 然后就会照理说就跑出你要的结果 好那我们这个high level来看 我们这边有CPU 这个我们hack的CPU 然后呢我们有两块memory 这跟toy不一样 toy的data跟program 放到同一块memory里面 你还记得的话 对不对 我们这一块256个Word的一个memory里面 又可以放data 也可以放program 但是我们一般computer用的architecture 也叫volume architecture 也叫做princeton architecture 这我们有稍微提过 那我们说过呢 有一种architecture是把你的资料 跟你的程式分开来放 资料有资料memory 程式有程式的memory 所以我们这边呢 在我们hack里面呢 我们有data的datamemory instruction呢 有instructionmemory ok 那这个architecture 其实叫hoverarchitecture 就资料跟程式分开 分属于不同的memory 这个叫hoverarchitecture 那hack的程式呢 应用的是hoverarchitecture 那你看到我们instructionmemory 刚刚说过它是个rom datamemory也是个rem 也就是它可以读可以写 可是程式呢 只能读不能写 ok 那另外呢 这两个memory都是32k 的memory 也就是说呢 它们呢 有15个bit的位置线 对不对 因为它们32k嘛 所以呢 有15个bit的位置线 每一个word呢 都16个bit 也就是32k乘16的一个memory 这也是32k乘16的memory ok data跟instruction 都是32k乘16的一个memory ok 好我们再放大来看这个CPU 也就是你们第五个作业 要做的这个设计 这个CPU呢 大概会长这个样子 它CPU设计很简单 它里面呢 其实只有两个散存器 所以hack其实很难分类 它不是Sysc也不是Risk 我不晓得怎么分类它 因为 因为一般的Risk 一定会很多的register 可是它只有两个暂存器 其实呢 只有两个暂存器 这件事情呢 我们待会就看到了 造成呢它的程式的写作呢 其实蛮繁琐 这个是hack的一个 比较不好的缺点 你要写hack的设计程式 你会发现你也写漏漏等 做很简单的事情 要写的非常非常长 所以程式呢 比较繁琐 不过呢 它的architecture相对于就简单 这就是我们的CPU 你可以看到比这个 Toy的CPU简单 不晓得多少倍 对不对 这边我们ALU hack的ALU 两个暂存器 一个叫D 一个叫A 都是16个bin 然后这边一个multi-pressure 大概就这样而已 一个program count 就这样 那我们下堂课 不过因为它architecture的设计很简单 所以造成呢 它这个使用起来 会比较繁琐 ok 不过你这边有个印象 它只有两个暂存器 一个叫D 一个叫A D呢是for data A呢for edges ok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点你可以注意到 这个ALU 会进ALU的这两个呢 一个一定是D 另外一个呢 可以是A 或者是M 那什么是M呢 M就是memory 也就是说呢 这一个人可以从memory过来 ok 所以说呢 你在做两个东西相加的时候 有一个一定是D 另外呢 一个呢可以是A 或者是呢 一个memory的内容 ok 所以大概可以从个architecture 设计上面 大概知道 你刷圈set呢 可以让你做什么事 ok 好 那我们用文字的稍微描述一下 hack呢是一个16bit的computer 他有这个 data memory 是用RAM做的 32k的RAM 然后每一个Word 16个bit instruction memory 是用ROM做的 32k的ROM 然后呢 也一样呢是16个bit 那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 这个hack的machine 它的RAM跟ROM的容量 比我们Toy要大得多 Toy只有256个Word 256个Word 其实非常非常小 你能够做的事情 非常的少 即使是最老最老的computer呢 它的memory也比256个Word 来得多 所以Toy呢 虽然设计很elegant 不过最终你会发现 你在上面能够 跑的 能够做的事情呢 会非常的有限 可是呢 hack呢 它的memory的容量 基本上就大到 就比较大了 到了32k 那32k呢 你会发现它可以做很多 蛮复杂的事 就像Final Project 可能会做的 很多的game 以往的学长他们做的 32k的memory 其实可以做 蛮有趣的一些game 像是 我们在学习初所demo过的那些game ok 所以它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的 记忆体的容量 相较于Toy 它多很多 那这记忆体的容量呢 足够大 使得说你可以做一些有趣的应用 那我们刚提过 它只有三个占存器 严格来说只有两个 D跟A B for data A for edges 那另外一个占存器 虽然我们叫占存器M 不過实际上来自于memory 所以M呢实际上讲的就是 这个memory 位置A的地方 所以A这个占存器 我们说过 它是叫Ages 对不对 当A这个占存器呢 被载入数值之后 我们同时呢 就会把A占存器 当做位置 去memory 读出呢 对应的那一块word 把它的内容呢 就叫做M ok 这个你先稍微有印象 待会我们看到实例的时候 你会比较清楚 所以大概我们只有三个占存器 严格说只有两个 第一跟A M是表示memory 其中的某一个word 那个word 就是A 所特定的那个word ok 那你的这个逻辑算数 运算呢 一样是有个ALU来做运算 它有18种指令 就是我们 在谈HackALU的时候 就是你们之前实作过那个ALU 那18个 18个指令 ok 它一样有Port and Counter 跟我们TOL一样 这Port and Counter 就指向呢 你现在正在执行 或你下一个要执行 那个指令的位置 对不对 好那你会有Ctrl 就跟TOL一样 我们根据你现在的指令的内容 来决定呢 那些Multiplecer 或者是Right Enable 等等 应该是0还是1 就跟你们其中考 考了那一个 其中某一题 一样 好那 它一样两种 跟TOL一样 TOL一或Formate 1 Formate 2 然后在这个Hack 里面呢 我们把这两种指令 一种叫A指令 一种叫C指令 那A指令呢 其实很简单 很单纯 那目的就是把某一个常数 载入到A账存器 那C指令呢 就是剩下指令 都是C指令 ok 好那有基本的 这个介绍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要看 这些指令 我们先来看A指令 我们先看Assembly 我们会先看Assembly 最后我们再来看呢 怎么样把这个Assembly 对应到Binary Code 就是Machine Code 那一个A指令 长得像这个样子 一个小老鼠符号 A的符号 后面跟着一个数值 那这个指令的目的呢 我们说过呢 就是把某一个数值 你指令的这个数值呢 载入到A账存器 这叫A指令 所以A指令的目的 就是把某一个数字 载入到A账存器 ok 好那应该每一个指令 是16个bit ok 那你其中呢 要一个bit呢 来告诉我说 这是A指令嘛 所以你最终呢 这个value 只能有15个bit ok 所以说这个value 这个数字 它是一个15bit的一个数字 ok 15个bit 刚好也是我memory的 位置的宽度 所以想想看 这个value呢 依着可以拿来当常数用 也可以拿来当位置用 也就是说 当我把某个位置 或某个常数呢 再入到A账存器的时候呢 我就执行这个指令 8 value ok 好那你会觉得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有一个指令 来做 载入A账存器这件事 ok 原因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 hack跟相较于toy的 它有一个特点在于 它的memory比较大 为什么memory要比较大 因为它做一些 serious application 如果memory只有256个word 你会发现呢 你很难做事 你很难做很认真的事 可是当你把memory变大之后 带来问题在于说 你的位置的数目 bit数增加了 我们说过呢 这个hack的machine 是32bit 32k的memory 需要15个bit的位置 好那你还记得 我们呢 hack呢 每一个指令 只有16个bit 因为它16bit的machine 每一个指令只有16个bit 当你的位置就有15个bit的时候 你基本上没办法做什么事了 为什么因为 一个16bit的指令 其中15个bit 就拿来放位置 只剩下一个bit可以用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只好设计一个A指令 专门来处理把位置 载入的这件事 而且我们把位置载入到一个特定的 暂存器叫做A暂存器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hack里面 设计的A指令的原因 因为我们的位置线 要到达15个bit之多 而我们每个指令只有16个bit 如果我们要把这个位置呢 移扣在我们的位置线 移扣在我们指令里面 那基本上呢 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很有限 所以我们只好呢 另外设计一类的指令 叫做A指令 用这类的指令呢 来帮我们把15个bit的位置呢 载入到A这个暂存器来 所以A指令的目的就是很简单 就是把位置载入到A暂存器 当然这个也可能是常数了 不通常我们就用它来载入位置 OK 好举个例子 821 你写821 表示什么 我要把21 这一个整数 载入到A暂存器 OK 所以当你写821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它会发生这个 它会把21这个数字 载入到A暂存器 附带体在我们的hack symbol里面呢 这个常数是用实境位表示的 我们说都是用实境位来写 也就是数字 这是实境位的21 OK 好 除了我们把21 载入A暂存器之外 还有一个side effect 什么side effect呢 RAN21 会被我们选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说过 A这个暂存器 同时也用来做位置 所以当你把A暂存器 变成21之后 相当于你把21 透过A暂存器 送到你的memory 把21当位置给他 他就会把RAN21读出来 给你 那我们把它叫做M OK 这是一个side effect 当我们把A暂存器 设定某个值的时候 对应的那一个RAN 就是以A暂存器的内容 当位置 对应的RAN的那个word 的内容 就会顺便的流出来 我们把它叫做M 这是附带的 同时会发生的 OK 好的 这是A暂存器的一个语法 很简单 8加某个数值 它发生 它的作用就是把那个数值 通常是位置 载入到A暂存器里面 OK 好 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那A暂存器通常会用来做什么 第一个我想要载入某个常数 OK 比如说我想要把17 这个常数载进来 那我就先写817 那我就把17这个常数 载入到A暂存器 然后再写D等A 再把这个17 载入到D暂存器 因为现在第一步执行完之后 暂存器A就是17了 第二步执行相当于就是把 A暂存器的内容 copy到D暂存器 所以第二步执行完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D暂存器的内容 也会变成17 所以说如果当你需要某个常数 你需要把它载入到 B暂存器的时候 我们会先透过A暂存器 来载入这个常数 因为A暂存器是唯一可以 载入东西的那个暂存器 那常数也是一个东西 所以说你必须要透过A 这个暂存器呢 来帮你把17这个常数 载入进来 然后再copy到D暂存器 这是他第一个使用的一个scenario 最常使用的当然就是 把它当作位置来用 把它当作位置来用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 我们把这个17 载入到A暂存器 那我们说过呢 当你把17载入到A暂存器的时候 有一个副作用同时发生的 就是memory 位置为17的那个word 的内容呢 会被送到M 所以第一个我写D等于M 相当于呢 我就是把 位置为17的那个word的内容 copy到D暂存器 OK 那你也可以呢 写M等于-1 就相当于呢 把位置17的那个内容呢 改成-1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A暂存器来选择 某一个memory里面的某个word 然后透过M这个暂存器 来改变呢 memory的内容 或者是读取memory的内容 OK 那这个是A暂存器最主要的一个用途 其实说实话 它之所以叫A暂存器 就是因为它是位置的暂存器 那我们跟memory的access 都必须要指定位置 那A暂存器呢 就是我们所指定的位置 OK 第三个用途就比较诡异了 A暂存器呢 同时也可以用来当作我们branch的target OK branch的target 比如我们看这个例子好了 AT17 JMP 也就是说呢 跳到第17行去执行 我们跳到ROM的17 跳到ROM的17行来上去执行 在hack machine里面呢 我们的branch是这样来做的 因为记得branch你有个targetedges targetedges也是个edges 那edges就有15个bit 15个bit你根本没办法 incode在一个指令里面 我们说过一个指令只有16个bit 如果15个bit拿来存edges 剩一个bit 那你根本没办法做什么事嘛 所以你不需要把这个指令拆两段 对不对 一段呢用A指令来描述你的targetedges 第二段呢才说呢我要jump OK 这个是这个A指令的另外一种用途 所以A指令大概会有三种用途 你要再入常数 你要存取记忆体 或者是呢 你来当做你的branch的target 这时候我们都会利用到A指令 来做这样的一个描述 OK 好那另外的指令呢 就是都是C指令 C的意思for computation C指令的目的就是在做运算 那C指令呢 Assembly啦 长这个样子 Distination等于computation分号jump OK 是这样一个general格式 不过呢Distination等于跟jump呢 都是option 只有computation这一块一定要有 这个指令才是一个完整的指令 OK 那要不要有Distination 要不要jump 要看你的需求 可以有可以没有 OK 所以你看到Distination跟jump是option 好那这指令会做什么事 首先呢 我会执行computation 就是你你要有那一块 我会根据你描述的内容 做一些计算 计算完之后呢 如果你有Distination 我就会把这个计算呢 计算的结果 放到你指定的内容 里面去 OK 好如果你有jump 我会根据计算的结果决定 已经jump的type 决定branch要不要发生 那branch如果发生的话呢 要跳到哪里去 你的A值 A的暂存器 现在内容是什么 我就跳到那里去 如果branch发生 我就把poken counter的内容 copy成A的内容 基本上就是这样 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C指令 大概长得像这样的格式 这跟一般的这个assembly呢 长得比较不一样 OK 好 那我们说我们可以是COMP Distination Jump 这三个分别可以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COMP COMP computation可以长得像这个样子 有两行 我们先看第一行 第一行有18个不同的东西 这18个不同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hack assembly 那18个不同的指令 就是01-1xy not snot y -x-y s加1y加1 s-1y-1 s加1y s-1 在这里呢 在第一行里面 x就是d 第一行里面 x呢就是d y呢就是a ok 那第二行呢 就是把y呢 换成m ok 第一行就是把y换成m 所以有些东西不能换 像01-1 跟sy无关的 所以这些其实没用 那这个是a 不是a 这个 ok 这个放错位置 m其实应该在这里 not m应该对到他 这样对才对 ok 因为d是x嘛 那y呢 可以是a或者m 把它放好好了 这样对的才准 所以应该是长得像这样才对 这样才对 ok x是d 对不对 y呢可以是a或者是m 上面的是y是a 下面的y是m ok ok 好那 那如果是d的部分就没办法动嘛 因为d是x嘛 你现在只变y嘛 所以下面这一行呢 只有某一些喔 你可以把y放进去的 那部分才会有用喔 所以这是所有你可以放在com p这个位置 的东西啦 那你这个很容易想像啊 如果你 我们刚看了architecture的话 你要记得这个architecture a喔 用了两个input 一个是d就是x嘛 对不对 另外一个y呢 可以是a或者m 那要是a还是m 都可以 透过一个multipresor 来做选择 对不对 所以你只能对d 让d就是x 跟你的y 也就是a或者m 做某些运算 然后产生结果 这个就是你的computation 对不对 所以呢 computation呢 一定是呢 我们刚讲的这 二十来个中的一个 ok 让l u去对 这个a 让l u去对d 以及呢 a或者是m 做某些操作 ok 好那distanation呢 那运算结果放到哪里去 我们有三个暂存器 你爱放哪个 放哪个 所以distanation呢 可以有八种可能性 我有三个暂存器 三个暂存器 每一个都可以选 可以不选 对不对 所以都不选呢 就是没有嘛 就是没有distanation 我只说计算 算完以后结果就丢掉了 就是都不选 那或者是选a 或者选d 或者选m 或者三个里面选两个 md am或ad 或者三个都要 那三个都要是什么 运算的结果 写到amd 这三个暂存器 都写进去 所以你可以同时 把运算结果写到 一个以上的暂存器 最多可以写到三个暂存器 因为你也只有三个暂存器 对不对 可是运算结果 你同时可以写到多个 distanation ok 就是三个暂存器里面 你都可以选择 要写或不写 算出来结果 要写入这暂存器 或不写入这暂存器 那你可以顺便一边思考 这architecture怎么设计 对不对 这architecture设计器很简单 对不对 如果你有写a 我就把a的right enable打开 你有写d 我就把d的right enable打开 你没有写d 我就不要把它right enable打开 所以这跟你architecture设计 是很有关系的 好 最后一个是jump jump的目的其实就是说呢 我看我这个运算的结果 运算出来的结果 我拿去跟0做比较 如果成立的话 我就跳 那跟0可以怎么比较呢 大于等于小于嘛 对不对 大于等于小于是三个可能性嘛 或者是不比较 不比较就是我没有jump 我这只是一个单纯的计算 我没有做jump 那如果你有jump呢 你有可能是小于等于或大于 或者是呢 大于等于或者小于等于 或者是不等于 或者是呢 这个 这个 不管呢 不管你大于等于小于我都要跳 unconditional jump jump ok 所以呢这个jump 一样有八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都 我没有要跳 就是你不要加 不要加jump 这个 弄我是不加的意思 或者是jump jump 比如说呢 我不管你算出什么 不管跟0比跳结果怎么样 我一定要跳 所以这就是unconditional jump 对不对 剩下的这六种呢 就是conditional jump 把大于等于小于呢 拿来做不同的组合嘛 对不对 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过 当你后面加上这个jump之后呢 我会看你要是哪一种条件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 我就会跳 跳到哪里去 跳到A 暂存器所指定的地方去 ok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C指令 长得像这个样子 那C指令有什么样来执行 一般呢 我们会先做computation 因为这一块一定要有嘛 对不对 所以根据你的computation specify做的事情 我会做某种计算 对吧 做完这个计算之后呢 如果你有destination 我就会呢把这运算的结果呢 写到你指定的里面去 然后呢如果你有jump 我就会把这运算的结果 跟零做比较 那个比较的条件是你规定的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 那么呢我就跳到呢 A暂存器所指定的那一行 继续指令 ok 好 这是C指令要做的事情 就这样 所以严格来说 在我们的hack里面呢 只有两种指令 一个叫A指令 一个叫C指令 A指令呢就是把某一个数字呢 再入到A暂存器 C指令呢就是做某种运算 把这运算结果呢 optionally存到你指定的地方 optionally如果你有规定要jump的话呢 我就把这运算结果跟零做个比较 如果条件成立的话 我就跳到你指定的地方 条件如果不成立 我就继续呢 做下面一行 ok 所以严格来说呢 hack只有这两种指令 不过呢 它的C指令呢 可以有很多的变化 对不对 比如说呢我们的computation 就有20几种变化 我们的designation呢 有8种变化 我们jump呢 也有8种变化 乘起来就可以想想看 总共有多少指令 是8乘8乘上20几 ok 全部都长这样一个格式 而且它执行的逻辑呢 就是这个样子 ok 我根据你的computation 规定做某些运算 把运算结果根据你的 规定呢 储存到你所指定的地方去 然后呢 把这运算结果跟零呢 做某些比较 条件成立的话呢 跳到你所指定 A站存器呢 所指定的那地方去执行 ok 好这我们的C指令 那一样 我们把这个放到这边 让我们先来做一些练习 ok 比如说 我要你把 B站存器的内容 变成-1 那你会怎么写这个指令 首先呢 我们说过 这指令有三个部分 Distination Computation Computation 是一定要有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 我们要算什么 我们要把呢 D站存器 变成D-1 对不对 那我们看D-1 有没有出现 在Computation里面 有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用D-1 当做我们的Computation 所以我们Comp 这一块的器 就是D-1 对不对 这边是D-1 这是我们Comp 好它是 它是说你要把D站存器 变 所以你有Distination Distination是什么 是D站存器嘛 所以就写成这样 D等于D-1 就这样而已 这是一个Hack的Assembly指定 D等于D-1 就是把D站存器的内容 减掉1 的结果再写到D站存器 OK 好那我说过 这个D-1 是我们这边的Comp 这个D呢 是我们Distination 我们 我们从 D-1 就是从二十几个Mention 出来的这一个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D呢 是从这八个Mention出来 比如我们分别选了 这一个当做Distination 这一个当做Comp OK 这是一个指令 它这个指令的目的呢 就是把D站存器的内容 减掉1 再写到D站存器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例子 我要你把 memory位置300的那个Word 的内容 换成D-1 就D站存器内容减掉1 好 那这个一步做不完啦 你要分两步来做 首先 我们要去处理这个 位置300的那个Word 这个位置呢 必须要先载入进来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先利用A指令 帮我们做一些事 我们利用A指令 帮我们什么呢 把位置300 载进来 所以做完这个之后呢 你的A站存器的内容变成300 OK 同时你记得 这个时候呢 一个附带的就是我们的M站存器 已经变成RAM300 对不对 当你把A站存器变成300的时候 这个300同时送到我们memory 把memory300那个Word读出来 送到M站存器 当实际上并没有M站存器存在 我们只是说 conceptually 我们把它送到M站存器了 所以这一行做完之后呢 A站存器的内容变成300 M站存器的内容变成RAM300 其实M 我说我没有M站存器 M站存器就是RAM300 它本人 OK 所以我做完这个指令之后 我们发生了这两件事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要把 RAM300的内容变成D-1 那D-1呢 跟刚刚一样 D-1可以直接 COMP可以直接 做出D-1来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COMP的部分呢 就是D-1 那么Disternation呢 Disternation呢 在我们的Case里面 其实就是M 那M呢 其实就是这一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两个组合 组出一个C指令 对不对 这两个指令合起来的结果 就会把 位置300的那个握的内容 换成现在D站存器的内容 减掉1 这两个指令合起来 就做到这件事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例子 最后一个例子 他说呢 你去比较一下 如果D-1的内容是0的话 我就跳到呢 56行执行 要不然的话我就执行下一行 那这个指令呢 这个怎么写 首先我们说过 很不幸的 因为我们的位置线很长 所以我们Tug Edges 这是个Jump指令嘛 对不对 Branch的指令嘛 我们Tug Edges多少 是56 我们要跳到56行指令 如果要跳的话 我们要跳到56行 那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Jump指令 拆两半 对不对 一半呢 是在描述呢 你的Jump的Tuget 另外一半呢 才是在做条件的判断 所以我们一样要拆成两个指令 第一个指令 是A指令 A指令呢是帮我们把 可能的Branch target 56呢 准备好 所以第一个指令 是一个A指令 我们会做呢 856 那我们说过 他的目的呢 就是把56呢 送到A站 OK 也是我们Jump的Tuget 我们要先准备好 好 第二个指令呢 就是在做这件事 我们来判断呢 D-1是不是0 好了 D-1 D-1是我们用Computation 所以我可以直接用这个ALU呢 就用这个指令呢 算出D-1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我们COMP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D-1 OK 那我们有没有Destination 其实我们并没有 把D-1的指存起来 所以我并没有Destination 不是在这个Case里面 我们Destination的选的 其实是NO 我并没有要Destination 可是我是有个Jump 我为什么要Jump呢 我没有拿这个 运算的结果 就是D-1的结果 去跟什么比 跟0比 什么时候要跳 等于60秒来跳 所以呢 我会加上这一个Jump J1 Q 也是这个 这个指令 第二个指令我这么写 也就是说呢 这指令其实就是说 我去算D-1 算出来结果就跟0做比较 如果相等的话 我就Jump Jump到哪里去 Jump到A指令所规定的地方去 A占存器规定的地方去 A占存器下内有是56 所以这一行相当于说 如果D-140的话 我就跳到56行去 执行 对不对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我就执行下一行 OK 所以这两行混乱起来 他就做到这一件事 OK 所以你就看到了 这一个C指令 怎么样透过 这个Distination Computation 跟Jump 的组合 凑出不同的指令 OK 这大概就是我们的 C指令的部分 OK OK 好 那如果你要写Hack的Assembly的话 那这个大概就是你的Revens Card 像我们Toy有Revens Card一张一样 Hack的Revens Card 长得像这个样子 没有两个指令 A指令跟C指令 A指令长得像这个样子 C指令长得像这个样子 Distination跟Jump 是Option 然后呢 Computation 就是二十几个钟的 一个 一定要是 没有其他可能性 Distination是八个钟的一个 Jump是八个钟的一个 OK 然后呢 C指令会先做Computation 算完的结果呢 根据Distination的要求 放到适当的占存器里面 最后呢 如果你有Jump的话呢 我会把运算的结果 跟零座比较 条件成立的话 我会跳到呢 A占存器所规定的那一行去执行 否则的话呢 就继续执行下一行 OK 大概就是如果你要写 这个Hack的Assembly 这是你唯一要知道的 剩下呢 就是你的 程式的功力了 OK 好 那我们这边休息十分钟 如果助教大会过来 如果你们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